沙灘上一隻金豚擺動了身體 抖動尾巴 按學員員小心翼翼幫他保濕 發現民眾一開始 還以為有人躺在沙灘上 看到的時候 遠看我以為是大體 後來近看的時候 發現是國歌前的金豚 現場合力挖出一個坑道 用棉被包裹金豚 繼續灑水 新美萬里沙灘 27日早上 有民眾發現一條身長177公分 寬40公分的金豚擱淺在沙灘上 他是一個小某象金科的動物 然後我們研判他是一個 他不是幼體 但他也還沒成年 他是有牙齒的 我們研判他應該是有 應該可以自己捕食的能力 不過他為什麼會擱淺的話 不知道是因為風浪太大 還是跟什麼原因 跟他的群體分開 把握救援的黃金時間 眾人合力用擔架將小某香金送到車上 前往金豚碧沙漁港進行野放 今晚當天天候不佳 但娛樂漁船業者也伸出援手幫忙野放 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會把手邊的工作停下來 因為畢竟是這樣子 這麼多的擱淺案例 可以救援活存活的不到二十分之一 所以我們必須要搶時間 我們剛剛有做過一些促診 但是就是胖瘦的程度是目前是還可以 但是也沒有到非常胖 就是一個正常的提醒 然後他的這個警覺性非常強 這個是一個比較好的事情 乘風破浪前往萬里外海 在大家合力幫忙下歷經五個小時 這隻小某香金順利重返大海 救援成功令眾人開心又感動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